另外张伟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 台当局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 以越界为由 然后扣押了大陆渔船 抓捕大陆渔民 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时刻的这种行为 在这个边界 所谓的边界上 他非常的在意 为什么在意呢 彰显自己所谓主体性 然后跟你划清界限 他就把这看得非常重 你像这次他在澎湖去 澎湖是不是中国的海 那是不是中国的领海 中国的渔民能不能在中国的海上打鱼 毋庸置疑啊 历史法里事实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台军要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 一个就是强调所谓的边界 第二点就是 他采取用的方法非常的恶劣 我记得2020年 我印象特别是2020年的时候 当时也是澎湖 在澎湖的西极海域 西极海域啊 强风大风 我们20多条大陆的渔船 到澎湖的这个避风 到澎湖的这个郊里面去避风 当时台湾的海巡署的舰艇 我记得是高雄号 3000吨的一艘船 出来竟然用水炮 驱离这些避风的大陆渔民 这已经不是说行为恶劣了 这已经毫无人性了 你就说不是不是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你就其他地区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提供方便 所以你看这些年来 大陆对台湾一直展现了极大的善意 我们在大陆沿岸很多地点 设立了台湾的渔民的 避风的 补给的 抢险的 等等 这些设施 而台湾方面 这个不顾这种骨肉兄弟之情 悍然采取这种措施 这种强烈措施 甚至危及这些船员的生命 说白了就是把你当成敌人了 把你当成对手 所以才无所不用积极